來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在這些條件之外 之下 在這條件之下 XY均為整數的點坐標有幾個 其實這題喔標準書法是畫圖 但畫圖畫出來反而不會算 老師建議你喔 我們這種題目直接討論 什麼討論 你先固定X來固定Y 隨便你 你先固定一個好不好 要固定XY都可以好不好 我們先固定X好不好 因為題目強調X要怎樣 大A等於0 所以X可以0 或1或2或3或4或5好不好 我們先多列幾個這樣行不行 好那你去觀察一下 第一種狀況 只要A40那Y勒 基本上題目已經告訴我Y一定要怎樣大A0 那X40代進去0 Y-6要小A等於0 所以在X40代進去時 我的Y要小A等於6 Ak就是0代10代進去 2Y-6要小A等於0 2Y-6要小A等於0 可見2Y要小A等於6 可見Y要怎樣 小A等於3 可見Ak40的時候 我Y本身就要比0大了嘛 所以綜合這兩個條件 Y只能0或1或2或3 這樣行不行 3 S人1的時候再進去 2x2 2-6-4 1Y 可見Y要小A等於4 S人1的時候再進去 1-6 5 1過來 2Y要小A等於5 可見Y要小A等於多少 2分之5 所以Ak是12的時候 Y可以自己 Y可以0 1 2 可以到3啊 不行 因為Y要小A等於2分之幾 5嘛 所以在 Ak42呢 再進去 2x2是 4-6-2 1Y 可見Y這時候要小A等於2 S2 2-6-4 1Y 2Y小A等於4 可見Y要小A等於2 好 原本Y就比0大了嘛 所以說Y可以是0或1或17 2 是不是就好了 再來 Ak是3呢 30再進去 2乘3 6 6-6消掉 Y可見要加小A等於0 Ak3帶 3-6 -3 -3 贏過去是3 2Y小A等於3 可見Y小A等於幾 2分之3 再看一下 Ak本身要比0大 像 Y本身就要比0大 像Y要小A等於0 可見Y只能等於幾 0 是不是就好了 那Ak是4 A Ak是4的時候再進去 248 8-62 1過來 Y要小A等於2 合理嗎 不行 因為Y本身就要比0大嘛 所以Ak只等於4的時候 不可能了 所以5以下就不用考論了 所以總共極組織 12345678911 所以說總共極組織 11組織 OK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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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